Meta旗下的脸书跟IG 5号深夜突然大当机 导致许多网友无法登入 全球有多达62万人回报脸书故障 IG也有10万多人回报故障 Meta表示当机的原因是技术问题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修已恢复正常 而这起事件也让对手马斯克捡到枪 马斯克就在旗下的社群平台发文表示 用户看得到他的文章 是因为他们的伺服器运作正常 脸书页面死当无法登入 打开IG同样没有反应 台湾时间5号深夜 媒体拘播Meta旗下多款社群平台突然当机 全球网友爱红遍野 自家平台当机 Meta发言人被迫改用对手马斯克旗下的X平台发文 Meta发言人坦言 技术问题导致用户难以使用Meta的部分服务 Meta已经尽快解决了问题 并向用户声表歉意 国外故障回报网站显示 一度有多达62.8万人回报脸书故障 IG也有10多万人回报故障 虽然Meta在两个多小时内排除故障 但Meta当机期间 大量网友改用X平台 也让马斯克捡到枪 马斯克发文嘲讽 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 是因为我们的伺服器正常运作 而Meta当机正好碰上美国超级星期二两党初选 因此白宫也高度关注 白宫发言人表示 正密切注意此一事件 并未发现任何恶意网络活动 这起事件也让Meta股价一度暴跌超过两个百分点 中场下跌1.6% 说在490点 成为人编译